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刘昏兰 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妈 网球教练同时也是体育主播 今天非常开心 能够来到Nonews接受采访 想认识有别于主播台上的我 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访问 其实我的父母一点都不了解网球 他们甚至不知道网球是什么 那我小时候其实很好动 就是在学校只要有各式各类的 像球类运动或音乐 其实我觉得我都还蛮在行的 就是体育课我也可以得到最高分 音乐课我也可以得到最高分 其实还没有去选网球之前 我是乐队的 然后后来是因为我们学校盖网球场 后来教练就说 那现在来选网球队我就去选 我穿了一个小洋装我就去选 就就选上了 然后就队长了 所以就这样开始 后来我就回家 因为教练说要买球拍 然后我回家之后 我就看到我妈妈和阿嬷在聊天 然后我就跟妈妈说 不要打网球 然后妈妈说好啊 然后我就说那给我600块 然后妈妈说 什么运动要钱 还这么贵 然后阿嬷就说 没关系 阿嬷这里给你 所以我第一支球拍是 阿嬷给我的 600块我就这样开始打球了 后来我们差不多训练了 11个月之后 我去参加第一个比赛 那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甚至不太会算比数的情况下 我就拿了一支球拍 然后一个背包 穿着帆布鞋我就去比赛了 结果我那时候比赛的第一场比赛 我碰到我后来有一个教练 然后那个教练就是看我和我的对手 因为我的对手是他的学生 他没有看完他就离开了 然后他就告诉人家说 这个小女生会拿冠军 然后我那时候只是觉得他很奇怪 因为我不认识他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 后来我那一次真的拿冠军 我只练了11个月 然后出去打 打一个全国12岁的比赛 我就拿冠军了 后来我过去才开始注意到我 然后那时候我也面临到国小快要毕业了 所以你知道好的选手就会开始 有很多学校开始要争取了啊 然后我爸爸才觉得 哦 我女儿怎么这么厉害 然后再来就是他开始分析学校 然后结果他接到了一封信 他看到那封信的时候 他就告诉我说 就给这个教练教 知道那一封信啊 那个教练就是看我第一场比赛说我会冠军的那个教练 然后我爸爸再看了一下 他就诶 这个是我初中的同学 就是多了这一份信任感 所以我爸爸就开始让我给这个教练教 所以我网球的正规的基础 所有的东西都是他帮我塑形的 其实我不是完全排斥当老师 我觉得你小时候讲的话 真的不要讲太绝对 因为你长大你就有可能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那个时候啊要回归到 我不是讲说自信心对一位选手来说非常重要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我必须要去面对他 重新站起来 我以前的自信心是百分之两百 我就这样看人家打球 我就等下教练希望派我下去 我觉得我一定会赢 可是当我没有信心的时候 就不要派我 我怕我下去会输 因为很有很高的自尊心 然后我觉得自信心对一位选手来说真的太重要 甚至对一个平常的人来说也很重要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评估所有的学校 包括台大很多知名的学校啊 医学什么的先排除掉 因为我不想要去做人家的最后一个 我到任何一个地方 我希望我能够是在前面 前面带领着大家的 所以我第一个我先考虑体育系 然后在有体育系的学校里面 你会想说师大不是最好的吗 因为你出来一定有教职可以做 但是我那时候想说我以后绝对不要当老师 因为我有一种我就是水瓶座 我喜欢自由自在 我不喜欢被人家受限 甚至我不希望说你限制我 我以后就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要做什么 我不想这样 我只想要在一个自由自在的环境里面 但是我还保有我的自信 我的自信是来自于网球 所以我那个时候也把师大给排除掉了 排除掉之后 然后再来就会有体育学院 就是台中的国立体育学院 还有台北的 然后在体育学院的部分 其实我又不希望说 我以后进入学校之后 我大部分的时间都还是在打球 所以我想要从网球再去发展其他的 比如说体能呀 运动生理呀 运动心理呀 或者是接触到其他的球类的 各个的训练的一个方式 我先是碰到刘仲欣老师 刘仲欣老师他跟我讲了一句话 哦那真的是还蛮吸引我 但我觉得那也是他的计谋 因为他就告诉我说 宏兰我非常欢迎你来 但是你来的话我压力会非常大 因为我在这边我现在是选手 跟你的竞争来讲的话 你可能你没有办法有一个很好的竞争环境 可是我会想尽办法帮助你 好那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来 你会不会觉得这是他的计谋 我一直说刘哥是我的贵人之一 后到大四的时候突然有一天 我记得是寒假 寒假也差不多这个时候快要进寒假了 你知道有一天我在家里刘哥就打电话来 那个时候好像是1997年的澳洲网球公开赛 然后那一年 《未来体育台》签了三年 后来刘哥就来找我 他就说 因为刘哥是受邀去当球评 然后在当球评的过程当中 他们就问说 你们有没有适合的人选 而且是跟网球相关的 可以来当主播 然后刘哥第一个念头他想过 他觉得我可以 然后他就打电话给我 他说诶宏安 你把你的履历准备好 那时候在放海架 你把你的履历准备好 然后明天你就去《未来体育台》 那个去试镜 好 然后去应征看看 然后我现在讲了很多很多话 我就想说 真是疯了怎么可能 我心里一直在这样想 然后即将挂电话的时候 我就很想 好好好即将挂电话的时候 我就说 诶诶诶 然后提到电话带头 诶诶诶 我说诶什么事 他就说 你不要这通电话挂下去之后 你就不去了 我心里心里想 他怎么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因为我准备挂完之后 好 没事 然后刘哥讲了一段话 他说 宏安 你不要先为自己打零分 你现在还是一个学生 你出去试试看 如果零分 顶多回来你还是一个学生 你没有任何的损失 先不要打这么低的分数 让别人去打你的分数 那只是因为他跟我讲说 他先看穿我这件事情 他觉得我不会去做 好 那我就要去做了 所以隔天我就 履历准备好 我就去应征了 后来我就在体育台 未来体育台 待了八年半的时间了 嗯 对 然后有一次我碰到一个篮球选手 他也是在主播台里面的一个 其中一个主播 那我们那时候有聊过 我说 其实我们就是 就是复合了很多的节目啊 或者是复合 常工作量都很大 为什么可以撐得下来 好 后来啊才知道 我们讨论的结果是 因为我们是运动员 我们不断在超复合训练 所以我们也不断在忍耐 一次又一次的超复复合训练 所以我们可以坚持得下来 就是那一年 梁恩硕和曾俊欣 一样是在奥王 他们一样是在打奥王的决赛 然后 我们就变了两个转播室 因为人员没有办法足够嘛 所以这一边就是 乃仁哥和翁教练 然后这边就变我一个人 因为他们觉得曾俊欣可能冠军 然后他们就在转播 然后就一个人喔 然后播完了之后 因为梁恩硕是双辣冠军 然后曾俊欣那一年 是输给了郭达的儿子 结果就变成 他们已经转播完之后 在外面就在等着等着 就说 黄兰怎么还没出来 结果后来翁教练说 他一静在里面大哭 你知道我播完之后 很哽咽的那个语气 把他好不容易完结了之后 就自己坐在那边 最自在哭 因为我看到恩硕妈 你知道这种感情 然后你又想到他们很刻苦的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一个磨难 然后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 然后那个情绪完全宣泄出来 我也跟着宣泄了 所以我应该算是很爱哭的主播 就自己在职业上面 其实我还能够 就是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小朋友的 所以像我的小朋友 他现在面临青少年 甚至以前功课量增加的时候 我也跟他们讲说 你们现在的角色就是学生选手 你们必须要把这两件事情做好 因为往后你的身份会更多 你不可能说我不做 我就说当我在一个职场上 老板跟你工作 我可以拒绝吗 不可以 我只能吸收 然后再来就是 我要做好我的时间分配 所以在角色上面 我觉得我到目前为止 应该做的还算不错 因为我一直觉得要 你知道生小孩子是来修行的 所以我必须要做好榜样 然后我告诉他们说 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 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都要很清楚 所以这个部分 我也很努力在学习 因为我们不是一生出来就知道 怎么当人家妈妈的 是因为生了小孩之后 我们才在学习当妈妈的 我觉得一定要先有热情 当然你说症状的部分 就是你什么症状 你都应该去拿 什么时候用不知道 但是有可能一定用得到 比如体育主播啊 他们其实非常的用心耶 他们甚至不是网球专业 但是他们为了了解网球 他们去弄了一张网球的裁判证 其实这种的记者主播 其实越来越多 然后第一个 我觉得绝对要有热情 因为你要喜欢 你才会投入 然后其实运动这个东西 是很单纯 也很有趣 当你开始从人去认识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其实体育圈 包括棒球啊 篮球啊 王球啊 什么各方面 其实都是很有趣的 再来就是你的语言能力要不错 因为你要能够编译一些外电 外来的这个新闻讯息 才不会造成一些误解 然后做最公平 然后最公开的一个报道 然后另外就是 你常常要涉猎 各个不是只有网球的东西 像我每次都在讲 然后事实上 我们也会牵扯到别的 就是现实 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后你可以加入 人家就觉得哇 你很厉害 当然不是虚张声势 而是你真的喜欢 然后做到比较专业 这样的一个情况